再来看的是意外消息 在嘉义有两名工人在试作中华电信的电缆线工程时 疑似呢在寒冻中吸入了过多的早气昏迷送医 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 4号上午嘉义线明雄乡有两名工人在进行电缆线铺设工程时 昏迷在寒冻内 两人被救起时都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后虽然恢复生命迹象 但人未完全脱离险境 据警消除部研判 两名工人可能是吸入过多早气导致昏迷 当时有两组工人在现场准备架设寒冻内的电缆线 刚开始作业不久 其中一名工人以无线电呼叫另一边作业的夜姓以及菜姓工人 却无人回应 赶忙前去查看才发现两人已经导卧寒冻内 立即通报警消将人救起 一般要进入寒冬内作业前 会先抽风排除找气 而报案的工人也表示有先抽风 不晓得为何还会发生工人昏迷 确切原因仍有警方调查当中 联合报陈永顺加以报道